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10月18日 星期一 早上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本講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大公報昨天以頭版追擊成品書店 指控他們賣的一本書是有毒 那本書的名字叫做 《八國聯軍乃正義之詩》 大公報說這本書歪曲了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事實 還說有市民已經向國安處舉報了這本書 而《文匯報》亦有相關的報道 但有網民發現 藍營KOL青年民建聯副主席穆家俊 曾經在他的歷史節目中引述過 說八國聯軍攻打滿清時 有北京城的民眾引領聯軍攻打北京 第二宗消息 青年民建聯昨天舉行了換屆傳媒聚會 但成功連任的副主席穆家俊 被發現是潛水了 在說到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同時也敬請大家訂閱神區生活台 連結可以在影片下方的留言板找到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被左暴追擊的那本書 究竟內容是說什麼 那本書叫做《八國聯軍乃正義之詩》 在今年7月20日的時候 由台灣的時報出版社所發行 作者是劉奇坤 他在大陸的北京市出生 這本書的內容簡介說 在1900年的北京朝廷 是腐敗而且賦稅沉寵 異和權又殘暴 故此 這個作者認為 八國聯軍乃是一場救援行動 而不是侵略行為 作者又說 當時的大陸百姓 大多數都是感謝八國聯軍的佔領行動 八國聯軍實際上是一支 因為人道危機 而不得不興的人義之詩 這本書裡第一節概論說 八國聯軍的行動唯一目的 就是解救被困在京城危在旦夕的 各國外交官 和正在被大屠殺的外國傳教士 喬文和華人基督徒 至於《大公報》 昨天以頭版報道這件事 標題說 《景美化侵略者》 《市民憤怒報警》 《成品賣毒書》 《毒》就是《毒品》的《毒》 《大公報》說 這本書是誇大了義和團的殺戮 滿清政府對義和團的姑息 而且又妄顧八國聯軍在中國的惡行 大肆鼓吹中國戰敗是中國之大行 八國聯軍扶危救難解民到源 中國官民對聯軍感恩戴德等的觀點 是意圖為西方侵略者洗白 美化西方列強的侵略 報道又引述了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傅建慈說 出售有關的書本 可能會觸犯《國安法》第30條 或是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煽動意圖罪 促請 執法部門要盡快展開調查 追究相關人士的刑事責任 《星島日報》引述了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佩范 葛大博士 厲害的 這個人是高學力人士 他說收到市民向他投訴有關的書籍 有人已經向警方的國安處舉報 他認為書籍有沒有違反國安法 要視乎出版的目的 他說相信政府會調查清楚 這本書至今 已經在成品三家分店下架了 台灣方面就不知 香港的三家已經是全線都沒得賣了 就著這件事 其實 真的有很多東西值得討論 第一點就是 這本書的史觀 當然未必所有人都認同 因為有人會認為八國聯軍侵華 當然會義憤填膺 民族主義情緒上頭 但也有人類似於這本書的作者劉奇坤 就會用這種史觀 說八國聯軍乃是正義之師 來做一個敘述 在舊香港社會來說 用一種破格的史觀出版書籍 其實是相當平常的事 這裡所說的破格 就是相對於官方史觀 或者是主流的史觀而言 當然 你說八國聯軍是正義之師 這種敘述 在過往來說是比較少出現的 當然就有些灼頭的成份 其實類似破格史觀的書籍 在台灣的出版界來說 是相當流行的 到底他這本書裡所說的 有沒有道理 當然我們就要檢視一下 到底他的立論是否是 是建基於客觀的史實 但是來到這個美麗新香港的時代 就有不同的說法 因為動輒都已經提升到國安法的層次 不僅說是寫那個或者是出版那個有問題 甚至乎連賣這本書那家書店 都說有機會是違反國安法的 當然 現在成品書店馬上把這本書下架 我認為是相當恰當的行為 因為沒有理由 做生意都要跟政權硬困 更何況就是 如果市民想看這本書 現在已經讓開了書名 在互聯網的時代 除非是物理風網 否則的話 要獲取這本書的內容 就不是那麼困難的事 第二點值得討論的 就是這本書裏面所引述的內容 究竟是否是客觀的史實 大公和文匯的報道都有提述 就說中國官民對聯軍感恩戴德這個觀點 是意圖為西方侵略者洗白 好了 究竟當時北京城裏面的民眾 對於聯軍的態度也是怎樣 從網路上的一些圖片 是可以顯示得出 有不少的北京城民眾 對於聯軍的態度 就是相當之歡迎 這些就是有歷史的圖片作為證據 另外 有網民又發現得到 原來這個藍營KOL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穆家俊 在去年十月的一集歷史節目當中 連他本人也親自引述過 就是當時北京城裏面有很多人 對於義和團和滿清王朝 都是感怒不敢言的 所以有部分人 甚至還帶領著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 這就是穆家俊、穆Sir 他親自所說的東西 如果說這本書裏面所寫的相關內容 是意圖為西方侵略者洗白 美化了西方列強的侵略 到底穆家俊這番言論 又是否屬於玉華呢 真是值得有關當局去注視和留意 因為在穆家俊的節目當中 他從來都沒有譴責過這班 引領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的民眾 是漢奸或者是賣國賊 到底他對於這班民眾的態度是怎樣 是認同、默許、反感 還是怎樣 他是沒有表達出他的個人意見 純粹引述了相關的事實 第三點值得討論的 就是大公和文匯的報導當中 有八次提述到中國這個詞會 到底中國的涵意可以有多廣泛 跨度是否有幾千年大 在日常的對話當中 凡親提及到中國 大家都已經下意識知道 中國是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當討論歷史議題時 中國的界線開始模糊起來了 到底清朝是否中國 大清帝國是否是中國 如果是的話 到底這個中國是可以上索到何時呢 是否連三皇五帝 連夏朝、雙朝 全部都可以統一稱之為中國呢 如果在討論歷史的時候 凡親提到中國 都說可以包括任何一個中土政權的話 在邏輯上來說 有不少事件難以說得通 真是有理說不清 比如說革命先行者 這個孫文孫中山 他在搞革命初期的時候 就曾經以拘除達魯 恢復中華作為口號 來號召他那幫革命的烈士 這個口號很明顯 就是具有種族歧視的成分 因為他們將這個大清帝國 將這個滿清皇朝 就視之為外族統治中土的政權 而恢復中華就是要重新建立一個 以漢族為主體的政權 當時滿漢不兩立 按此邏輯 在八國聯軍攻打滿清的時候 為那幫八國聯軍引路的漢人 那幫北京城居民 其實就不能夠被稱之為漢奸 為什麼呢? 因為這幫人 他們事實上就是不滿義和團 以及滿清政府的統治 他們一心就是要反對這個外族政權 故此就很難將這一幫 為八國聯軍引路的漢人 定義為漢奸 因為他們只不過是出賣這個滿清政權 但是你可不可以說他是賣國賊 就視乎到底一個人 會不會將家天下的皇朝 當成是一個國家來看待 因為始終 國家都是有一點 叫做現代的產物 就跟往事那些家天下皇朝 是有區別的 但是如果連大清帝國都當成是一個 現代意義的國家來說 當然 你可以說這幫人是賣國賊 但是就不能夠說他們是漢奸 因為他們根本上就不是出賣漢人 但是這一堆這樣的邏輯來講 對於那幫小粉紅 或者眾多的藍絲 其實都是難以理解的 反正他們就當了滿清也好 大清帝國也好 都是中國來的 一脈相承 由三皇五大 夏商周一路數下來 全部都是中國的了 所以大陸現在為什麼沒有再把岳飛、文天祥和袁崇煥等人 再視為民族英雄 是有原因的 雖然這三個人都是漢人 其實都是屬於漢人的民族英雄 但是他們所對抗的 就是金人 或者後金 就是滿清 所以這一類傳統被視為民族英雄的人 在現代就被撕了柴了 因為要強調中華民族的大團結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 穆家駿竟然在青年民建聯的 換屆記者會當中潛水 在昨天 青年民建聯舉行了換屆傳媒聚會 穆家駿成功連任副主席 但是缺席記者會 他的黨友解釋 穆家駿因為碩士課程而缺席 其實都挺過癮的 因為昨天是星期日 原來星期日都要上碩士班的課程 到底穆家駿、穆sir 他是報讀哪一間院校的課程呢? 是不是葛佩帆大博士 所就讀的那間大學呢? 原來不是 他是在進修清華大學的碩士班 碰巧昨天需要上課 原來清大星期日都要上課 真是大開眼界了 青年民建聯主席施永泰說 相信穆家駿一直都繼續進行青年和地區事務 在不久將來的其他活動 大家都可以經常見到穆家駿 這位施永泰被問到 為何仍然會被穆家駿負責宣傳公關的事務呢? 他因為球衣風波已經引起欠然大波了 施永泰解釋 各個職位是以敬江的形式來挑選的 黨員可以自行選擇希望負責的範疇 通過自戰和青年民建聯內部的考核 穆家駿是個比較出名的KOL 現時在經營的YouTube Channel 是講述中國歷史的 微博也有大量追蹤者 因此相信穆家駿是一個合適的人選 至於青年民建聯副主席劉建峰說 青年人最重要是勇於承擔自己做過的事 或者自己是有責任 每個人的成長都必定有一定的經歷 相信穆家駿在事件上 不論好壞 都可以對自己所做過的事和行為有所反思 但是由頭到尾 穆家駿從來都沒有 對吳家駿正式道歉是沒有的 反而是就著自己的表達方式來道歉 就等同葉劉當年 就著他推銷的手法來道歉一樣 他不是為事情的本質來道歉 到底這樣算不算是真正的道歉呢? 這樣又算不算是對事情有所承擔和反省呢? 當然就是要由民眾來做一個判斷 不是由青年民建聯或穆家駿說了算 至於說這個穆家駿 他有很多追蹤者 有很多在說中國歷史 不如麻煩青年民建聯 亦都自行來判斷一下 為何穆家駿會在他的歷史節目當中 說北京城有很多人對於 義和團和滿清王朝 是敢怒不敢言 所以有部分人帶領八國聯軍攻打北京 這是他親口說的 影片還未下架 在十月尾的時候登了出來 我也看過事實上也是這樣說 那些字幕不是改圖 是真實的 到底穆家駿的這番說話 有沒有牽涉到政治不正確 甚至乎是違法呢? 希望民建聯自己也可以去看看 這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